快看,水里是什么 哎,这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呢 居然还不拿正眼看我 我得给他把脑袋掰过来 哎,真的掰过来了 我去,还可以转 他的脑袋居然可以360度转 果然不是普通人 胳膊居然也可以动 看看这个胳膊,也可以动 来,举起手来 哎,我给他把胳膊玩掉了 问题不大,应该还可以装上 看,装上了吧 土人也是可以动的 不过不敢使劲了 别再给他掰下来 不过他到底叫什么 在嘴边呢,就是想不起来 我刚才看下这里 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呢 哦,在这里,就是他 看看这是个什么 我去,这不就是雷神之锤吗 你们看,是不是 那这家伙,就是雷神呗 但是这把锤子 怎么装不到他的手里呀 不可能只能这么玩吧 有了,回去找强力交 把锤子给他沾手上不就行了 哎呦,这是什么呀 这么大的一条鱼 可惜,只剩下鱼刺了 嗯,这下面是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一个底座 跟一件斗篷呀 这不会是雷神的斗篷吧 好像还真是 看这里,跟斗篷上的凸臂 正好可以卡在一起 这斗篷做的也太细节了吧 再把底座安装上 我去,这也太酷了 唯一的不足就是 这把斧头放不到雷神的手里 那就放在脚底下吧 斗篷都知道做个扣卡住 这把锤子就不能让他拿在手里吗 设计玩具的这个人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不过这个样子似乎也能凑合着看 雷神出击 嗯,地上是个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一个盒子呀 我去,正好可以把雷神装里面 只不过装在盒子里的雷神 没有这个样子好看 还是赶紧拿回去 研究研究 怎么把锤子给他沾上吧